你包括外星的分析很全面 所以有时候他们也经常跟我谈到这个气场 他说你就抓一点点半步 你就抓这个全球化 你就把它分析透了 里面放了多样文化的机制 那就是多样文化一个地球 一会儿我在想 生物的多样性跟文化多样性的概念 因为我从小以前我也持绅已经20年了 因为这是跟我的历史情况有关系 因为像我的朋友里面有台湾朋友 香港朋友这个东西他们都参加了 我的抽签十一年代是一个王大革命 首先首当其中因为我家是艺术的理论家庭 首当其中除不及我的家庭 一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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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开始思索 怎么对人格这么不尊重 这是我从小的物性定义 它的环境环境 我是研究环境经济学 研究环境经济学 我研究可分解塑料 我当做可分解塑料这个集团的CEO 但是我又为什么回到文化多样性的 这个肯定跟我的过去的概念化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多样性呢 它也是指的 就是在师父群里面 我们做过这样的片子 我们一起里面 当时联合伟一个一匹资金来了 他们就去拍了片子 拍了大概两三天拍一个 就发现在师父群中 的多样性和对称情特别强 就在师父群中最后一刻 它都是多样性 如果多样性没了 那这个师父就好了 包括火山爆发最后一分钟 它也是多样性 那人类怎么走走 就人丁盛天了 那天我在大演讲 我还讲 因为天然合一嘛 胡主席讲的 这个和气两个 他们就开始批评 我跟你也不要批评 胡主席讲的也是传统文化 两千年就讲的和气 天然合一嘛 和就是大家 任何事情都要合作 你比如说积业长青 你得价俗要合 我记得中国企业复过三代 国际企业以后 你看一百年就倒了 那我觉得这边人家像日本人学习 你哄过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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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怎么样他有营养 怎么样他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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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吃人进来 第一就是他们做的 日本的小熊 他就能够延续这些东西 他以后讲他的 他是从大自然的多样性 讲到他们家的多样性 来维持他的 所以我们觉得 人类应该回到多样性 那么2015年的 那院长在人民大堂 他是政治家 他给我提小伙 他说我跟你合作可以 你要给我阿弥陀佛的人民大堂 我们邀请 哈佛上去的院长他不去 他说我不去 四天我飞东西来回 不合算 我很累 我去你们 那么哈佛不愿去 那么哈佛肯定院长他愿去 他觉得这是有历史的意义 他能在人民大堂讲全球话 所以那一次 他也专门提到了全球话几个特性 当时跟我领导人 还专门私下来交谈 觉得收获不紧 包括当时东东外交委屈 而且外交委屈 而且外交委屈 说我们给他们搭的评价挺好 因为那一辆是给总统做顾问 他在他的演讲里也说到 他记得1995年 克林顿在那江苏皮 他恰巧在那 我说那你怎么 我们怎么没在那 人家是不是问了 他的说话也非常幽默 他也讲到 新西革命的成本非常便宜 他说我当年打电话的时候 很贵 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很贵 现在我仍然给我的妻子 表现他的传统思想非常牢靠 仍然按他的妻子打电话说 他说现在非常便宜 他说西西革命的成本非常便宜 这个就是他全球化的基础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次我问他 我说你去哪些国家 他说你要法国来的 你问我没去哪些国家 他基本上都去 他那次演讲是站在一个全球化的高度 他说任何国家 我走遍了世界 没有融入全球化所出现的代价 也有融入全球化成功的 比如说韩国 也有没有融入全球化的失败 他也讲到这些问题 讲到全球化的概念 当时中国听到觉得很新鲜 但是后来呢 我们也让他搞得改进去 一下飞机 我跟人民日报 因为我请了人民日报设计 当时记者还问我 在任大门 他说 你怎么把哈佛大学 跟人民日报那样写 共产党的理由在那 这是两个形态 共产党的人民日报那很大 你怎么把哈佛大学 跟他们打呀 吵啊 打单高色 大家人性吗 大家还是朋友 因为我觉得呢 西方不了解 就是说 人民日报呢 它是最大媒体 它不光是最大媒体 它是掌管意识形态 你在中国 你不跟它合作 你怎么能推广全球化呀 虽然它保守 但是呢 它一旦给你四路打开了 它也能打开放 但是既然有理解 它说 你怎么把哈佛大学 你怎么给你 你怎么办